将军 过了前面那个窝口 就是大兵员了 将军你先走 我带人去打了他们 一起走 就这样 殿下 前方已经无路 你们区区几人 还是投降吧 保护好杨兰柱 保护好杨兰柱 放心吧 保护好杨兰柱 五哥哥 荞兰柱 死了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了还要来保护我 我不会让你有危险 也不会让你受伤 答应我 再也不要这样做 以后只能有我保护你 答应我 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要你们的力量 如今五周危机四起 天煞更是昏君当道 百姓苦不堪言 我要你们为天煞子民而战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们只能相信我 我以苍龙在野剑的名义起誓 只要你们跟随我铲除昏君 匡扶正事 还天煞一份安定 我愿意用天煞双向 帮你们解除禁锢 杭脚古城的封印 只有我一人能够解开 这一点你比谁都清楚 你们必须相信他 他 他 他是我这辈子 见过最信守承诺的男人 他是不会骗你们的 我们相信你 我要你们有生命起事 我答应你 将军不能死啊 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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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你们什么事 我只要女人 用她的生命来献祭 只有她 一死献祭 我们才会为你而战 你休想 那我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等等 我答应你 不 我不允许你这么做 武哥哥 这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放手吧 不 放开我 我不允许你这么做 你 你 不 不 将军 你们给我听着 我是战士和周士的后裔 这是我一人之事 不关旁人 不关旁人 朕要用 性命来起事 那我的命 你们拿去 但是你们要信上承诺 我要你们 铲除魂军 换天杀太平 将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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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